草帝 我们大家可以随得救荷,博台招 这里有关于禅修所要获得的泄脱的智慧 有几个观念也努必跟大家说明清楚 那我们佛法里面时常强调的 一戒生定一定孙会 他有这样的一个赤地是非常完整的 但是假如我们的之间错了 那可能跟外道 除了外道呢 不单单只是佛教之外的其他的教派 包括您的之间的偏离都属于外道 有些人重来来生披加上乃至来生入佛门 无论在家出家 重来生入佛门 但是他的之间全然是错误的 这也是非常真实的外道 有些虽然并不是佛教 但是他也许所修所行是世间善法 但他还是在世间道 但他并没有偏离 那佛教里面所谈的解脱的智慧 跟外道 所有外道包括了世间道世俗道 包括佛教 我们自己本身内部啊 本身之间所偏离而产生的差别 有几个观念喔 我们呢 不论在家出家 深入佛门都不必要清楚呢 尤其这几次的共修法会之后呢 也让我深刻的体会到这方面的因缘 包括我们近来啊 可以说是近几年以来 尤其今年特别多的这个所谓的宗教事件 所产生的种种的乱象 也透过这样的任务 对他在说明啊 第一个 所谓的持戒 佛教也谈持戒 外道也好 也谈持戒 但是佛教所谈的戒 是一语解脱 一语菩提 有所有的信戒跟遮戒 为修行的一指处 所有的信戒啊 就是不入何时何地都不可违放的 那遮罪呢 当然它可以 有方法可以 有方法可以让我们去 去掺除清净 那你的戒法 持守的清净 那你在修行上也比较容易解脱 但是外道也谈持戒 但是外道也谈持戒 但外道所谈的持戒 它是一种非常严谨的一个要求 也许它也会有所谓的发誓 它会有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 在佛教里面 它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是要我们一戒 这个戒是让我们获得了 以戒法的持守清净而得到的清凉 所以戒戒又称为清凉地 那为什么要持戒 因为我们有众多的烦恼 我们有欲戒的烦恼 有色戒的烦恼 有无色戒的烦恼 欲戒的烦恼呢 就是五欲六成 所谓的财色民实税 那色戒的欲望呢 当然在定法当中 有所谓的离生喜乐 有定生喜乐 有妙生喜乐 还有舌恋清净 这都属于禅定 但这些禅定是属于正禅定 那无色戒的呢 空无边 四无边 无所有 那非想非想 所以就是无所有定 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 但我们呢 只有在欲戒啊 在人间啊 能持守佛所给予的戒法 为人间有佛出世 为佛出世方能致戒 所以我们要很感恩清晰的 出生在这个所谓的人道 如果在这个人道呢 六根居主方能受持佛所制定的戒法 所以 三世诸佛接触人间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务必呢 把这个信件持守清净 不杀道 不杀道 隐望 所以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不妄 不犯这个根本重罪 那其他的信罪呢 当然要持守清净 这是要 忽略的 让我们的 无作戒体 清净 不再受任何的业报 这乃乌的相续定 那以这个戒为基础之后 你会产生定的力量 这个定 就刚刚谈到是正常定 外道也会修定啊 外道有所谓的 各种不同的方法 都达到了定的功夫 包括我们整个的世界 有很多的这个特异功能的 你看他们的这个软骨功啊 瑜伽啊 包括气功啊 各方面他们的特异的功能啊 也许都胜过我们修行的 百千万倍啊 你看他们的软骨功 你看那个少林的那些 所谓的少林功夫啊 那个武 武生啊 那武生不一定是出家人啊 所以名为武生啊 或者世界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特异功能的 哇他们有很特殊的技能啊 但是他们不管有多么深厚的技能功夫啊 就是没有 就是欠缺的佛法的解脱智慧 他们终究呢 面对了老病死的时候呢 毫无招架的能力 你像这运动家 虽然呢 年轻力胜 运动之精神可敬可佩 但是一旦面临的年纪的逐渐成长 体力的衰退的时候呢 面对了老病苦的时候呢 要能够降服这方面的烦恼 几乎是很难的 因为呢 这些所谓的技能啊 不过是世间的 一个所谓的智慧也好 或者世界的财母 但它却不能成为解脱的基础 那我们今天在禅行 我们在禅修 我们虽然需要腿的功力 但我们能够呢 在打住的时候呢 对这个酸痛脏麻 能够迎刃了解的克服 但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禅修 让我们的筋骨柔软之后 而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它是一个戒 戒力也就是一个媒介 一个因缘的条件 而让我们在这个定的功夫基础上 能有佛的智慧 这就是解脱的智慧 那这个解脱的智慧 在禅定当中的功夫怎么养成 就是一开始所谈到的 从戒的知见开始来的 我们今天踏入于佛门 跟外道之所有不同的 就是那个愿力跟发心 外道 他为什么走偏呢 重来是个人出家修行 但他为什么走偏呢 他沉迷的是明跟力 他重来耳后所有的一切的成就 也都只是在名利上的增长 但却缺乏了对祥福烦恼 解脱生死的功夫啊 他却一点力量都没有 终究还得受夜报之相续沦违 不得解脱 那我们为什么 可以跟他们不一样的一个条件 我们是欲佛法的泄脱之间 什么叫佛法的泄脱之间 我们了解世界苦 了解到苦之果报是来自于疾 是生之所谓苦的原因 生起苦的原因条件 生起苦的原因条件 来自于我们一念无名 我们在禅堂里面禅修打住 我们在大殿禅修 在拜佛共修 都会降服这一念之妄想无名 而所要下功夫 是要辅助降服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会使手欲八正道 是解脱之方法 就是从政见 政思委 政与政业正命 政经经 政业正经之八正道 总说为中道实相 何谓中道实相 就是生命的全体样化 从我们生道实的整个过程 一分一两动不能有任何的中断 所谓的中断 就是偏提了我们修行的本怀 因此我们要发愿 愿弟子某某从今至起 直至成佛终不退菩提心 这就是呢 我们之所以跟一般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特异人士 有些人还有这个所谓的才能功夫 是不同的地方 是因为我们有发持菩提愿 从发愿的那一叉起 直至泄脱 直至成佛终不退菩提心 这个愿弟 你才不会被这个老病时之烦恼 而匡住了我们解脱的力量 所以外道有我们的戒 其实也供外道 定也供外道 但是我们佛法的智慧是不供外道 尤其佛的戒也不供外道 为什么佛的戒不供外道 唯佛能自戒 佛教之外的任何的规矩 随处都可以自己治 包括我们的诗院 包括我们的法规 国家的法令 都可以以不同的音乐条件而治 但是解脱的智慧 我们佛法的戒律只有佛能自戒 所以我们的戒律 从2500多年前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人去改变过它 但是我们慈悲的智慧的佛陀 早在2500年前把这样的一个戒规 持续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去动摇到它 因为它太了解到众生是无名烦恼 所构成的罪业 因此 我们说此佛界 难道呢 了解到我们 并不是在学一个所谓的特异功能 或者呢 特殊的技能 我们能够在盘腿打坐 能够正念呼吸 通过此因缘条件 而能够呢 达到 初三界的灭 塑想定 我们从尼生喜乐 定生喜乐 妙生喜乐 包括到了舍戀清境 世财定之 建立之后呢 再进入了空无边 世无边 无所有 那这道非想非想处 这个世常八变在超越之后的灭 灭就是降服了受想 受想定的就是灭了 对老病死的那份之主 不再升起的时候 你就解脱了 我们同样面对老病死 但我们不受老病死之困扰 那我们也会将此智慧的 辗转给予你的同餐到大家 共同的努力 而再让更多人因此努力而得到解脱 这就是我们禅宣所 务必要清楚的知见 今天你借这个机会 就大家说明清楚 也让大家能够了解到 我们不管怎么在餐堂里面 不管你怎么用功 我们绝对不肯像 世间的特意人士一样 有所谓的软骨弓 有所谓的肺炎左臂之类的 这些都不是我们要选的 也许他们很厉害 但面对老病死 你还得要有佛法之后才可以解脱 好 我对你各位女 这个提醒到人民 我们待会听牧医生的祝福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